緊緊握住一雙雙談判的雙手 拜託再拜託 國民黨高雄市長補選參選人李梅貞 到大社過菜市場掃結備票 跟鄉親博感情 民進黨對手陳其邁同樣到菜市場 兩人有之一同搶基層選票 選市長除了憑人氣也憑政見 陳其邁提出斑斑有冷氣 被藍營抓包跟前市長韓國瑜施政一模一樣 用靈活的財政的手段 譬如說用助力 或者是結合光電跟綠能綠建築的設計 因為現在大家都說我是韓國瑜2.0 所以陳其邁也是韓國瑜2.0 那大家都是韓國瑜2.0 大酸陳其邁也是綠營口中的韓國瑜2.0 但李梅貞代指選市長 也被綠營修理應該辭職市議員 2020年民進黨立委選舉的時候 有八位立委代指參選 那難道陳其邁沒有告訴他們嗎 總是不能說登記參選那一天被問 然後問到今天他還沒有回答說 代指參選的這些問題 陳其邁說得委婉 可能因為2018年選市長 陳其邁一開始也是代指參選 直到選前三星期才辭職立委 話不好說太重 但陳其邁也信心滿滿 在臉書PO文 承諾擔任高雄市長第一件事 就是要全力恢復大港開場 流行音樂包括藝文活動 也是我一直覺得現在目前要推動的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 政我們也是會來繼續推動 李梅貞贊同藝文活動 但大港開唱四個字不在字典裡 韓國瑜晚間更在臉書PO文 澄清外界傳言國民黨提名 李梅貞是他提議的 目的是內鬥鞏固權力 都並非事實 他沒有參與提名過程 強調國民黨上下團結一致 支持李梅貞議員登選 這個目標毋庸置疑 記者綜合報導